大家好,主播慷慨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知名半导体分析师,香港巨新资本管理合伙人陈慧明,12月下旬发表2025年全球半导体和AI产业发展分析师指出。 2025年,全球半导体在AI的带动下仍将成长12.5%,其中台积电营收有望再成长25%,其明年成长动能依然强劲,并将带动明年台系半导体厂商业绩。 据台湾媒体报道,分析师陈慧明还对中国半导体市场方面发表看法,认为中国的半导体产业在其国产替代化政策的推动下逐渐提升市占,中芯国际等企业在技术和产能上取得一定进展。 虽然在先进制程上仍与国际领先企业有差距,但在市场影响力不容小觑。 至于美国政府制裁中国半导体的影响,陈慧明表示,以美国角度来看,可能没有想象中的好。 中芯国际受惠国产替代化,欧美市场只占其营收一成,但2024年第三季产能利用率仍高达九成,显示有强大的区域需求支撑。 这几年,台湾厂商慢慢由中国市场撤退,随着中国国产化替代化发展。 美国的制裁效果会如何仍是问好。 不过,陈慧明指出,在当前半导体产业中,台积电和英特尔的竞争和发展成为焦点。 而台积电在先进制程和资本支出方面将持续领先,预估台积电明年资本支出将达到380亿美元,明年营收将成长约25%。 2030年台积电资本支出则预估将达700亿美元。 在2奈米和3奈米制程推进上,台积电的市占率与技术优势明显。 台积电的未来前景可说是没有乌云,唯一乌云可能是美国政策。 另外,台湾半导体过去是苹果好,台湾跟着好,先以美国前四大CSP云端服务供应商资本支出庞大,对ASIC需求升温,台美供应链高度合作,未来会变成CSP好,台湾跟着好。 与此同时,苹果公司正在接近历史性的4兆美元市值,这得益于投资者对该公司期待已久的人工智慧,AI增强技术取得进展的欢呼,该技术旨在重振低迷的iPhone销售。 由于苹果自去年11月初以来,股价上涨了约16%,使其市值增加了约5000亿美元,该公司在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里程碑的竞赛中,领先于辉达和微软。 Maxim Group的分析师Tom Forte表示,苹果股价的最新反弹,反映出投资者对人工智慧的热情,并预期它将导致iPhone升级的超级周期,它的评级为持有。 12月下旬以来,苹果市值约为3.85兆美元,令德国和瑞士主要股市的市值总和相形建筑。 在iPhone超级周期的推动下,苹果是第一家达到数兆美元里程碑的美国公司。 近年来,苹果因在制定人工智慧战略方面行动迟缓而受到批评,而微软、Alphabet、亚马逊和Meta已经领先一步,主导了这项新兴技术。 人工智慧的最大受益者挥达的股价在过去两年中飙升了800%以上,而同期苹果的股价几乎翻了一番。 苹果公司于6月份宣布计划在其应用程式套件中集成生成式AI技术,并于12月初开始将OpenAI的Chat GPT集成到其电子装置中。 苹果公司预计,第一财季的总收入将增长低至中等个位数,这是假日购物季的温和增长预测,这引发了人们对iPhone16系列销售势头的质疑。 然而,LSEG的数据显示,分析师预计iPhone的收入将在2025年反弹。 摩根士丹利分析师Eric Warden在一份报告中表示,尽管短期内iPhone需求仍然低迷, 但这是由于Apple Intelligence功能有限和地理可用性所致,随着两者的扩大,它将有助于推动iPhone需求的改善。 他重申,苹果是该券商2025年的首选。 LSEG的数据显示,近期股价飙升已将苹果的市盈率推至33.5倍的近三年高点,而微软和徽达的市盈率分别为31.3倍和31.7倍。 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的Berkshire Hathaway今年已出售了苹果公司的股票,这家企业集团因担心估值过高而普遍撤离股市。 不过,持有苹果股票的Rational Dynamic Brands Fund的投资组合经理Eric Clark说,他怀疑,三年后苹果的股价看起来不会像现在这么贵。 如果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兑现他的承诺,对来自中国的商品征收至少10%的关税,苹果将面临报复性关税的风险。 摩根士丹利分析师Wordering说,他们认为,苹果公司的iPhone、Mac和iPad等产品可能会被排除在外,类似于2018年中国的第一轮关税。 12月中下旬,苹果股价在华尔街遭遇抛售。 此前,美联储FED预计明年降息步伐将放缓,但投资者预计明年货币宽松的大趋势将支撑股市。 CFRA Research首席投资策略师Sam Stovall表示,科技股被投资者视为一种新形式的防御型股,因为他们的盈利在增长。 美联储的行动最终可能对非必须消费品和金融等其他一些周期性领域产生更大的影响,而对科技行业的影响较小。 Fifty Park Investments执行长Adam Sakhon表示,苹果市值达到4兆美元,证明了其在科技领域的持久主导地位。 这一里程碑巩固了苹果作为市场领导者和创新者的地位。 在此背景之下,苹果供应链知名分析师郭明基最新爆料指出, 苹果M5系列晶片将采用台积电N3P制程,且已在数月前进入原型阶段。 预计M5、M5 Pro Max和M5 Ultra将分别于2025年上半年、2025年下半年和2026年量产。 郭明基称,M5 Pro Max和Ultra将使用四伏器级别的SOIC封装。 苹果将使用名为SOIC-MH模速水平的2.5D封装,以提高生产良率和热效能。 其特点是采用独立的CPU和GPU设计。 郭明基认为,在高阶M5晶片大规模生产后,苹果的PCC基础设施构建将加速,更适合AI推理。 据悉,SOIC封装与传统的二维设计相比,这种方法增强了热管理并减少了电气泄漏现象。 苹果公司已经扩大了与台积电在下一代混合SOIC封装方面的合作,该封装还结合了热塑性碳纤维复合材料成型技术。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